那我现在就要进入整个分享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细出同源又不一样的故宫 两岸故宫从1949年开始分为两个博物馆 我们为了分别两岸的故宫 所以在台北的我们就称为台北故宫 那在北京的我们就称为北京故宫 那首先台北故宫的正式全称叫做国立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开馆的日期是在1925年的10月10号 两岸故宫他认定他们的开馆时间 都是在1925年的10月10号 然后1949年的时候有5606项的文物运到台湾 然后在1956年的时候 存放文物的库房成立了一个展览馆 其实在台湾最早的故宫博物院 其实并不是在台北而是在台中的悟风 它存在时间点从1956年 然后一直到1965年 在台北故宫落成之前的政府就做一个决定 就是把当时候在北沟所存放的 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跟南京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合并 合并之后就称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之前故宫博物院的全称叫做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所以其实台北故宫它的馆床是以北平故宫的馆床为主 但是它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南京中央博物院的馆床 1965年11月12号 就是国父孙中山诞成的那一天 故宫博物院在台北正式赴院 然后这一天对外开放 两个博物馆合并的时候呢 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有59万7千多件 然后属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有1万1千多件 所以当时候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它的文物总量是60万件 时至今日整个台北故宫的馆床几乎70万件 然后在这70万件里面呢 被台湾政府指定为国宝的总共有256件或是主 整个台湾目前的国宝也只有350建筑 也就是台北故宫占了几乎三分之二 这是台北故宫的logo 这个logo是2010年的时候使用的 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左半边的远辉跟右半边的标准字 那我们先看一下远辉 远辉它的设计缘由是天原地方跟外原内方 其实代表说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天原地方 中间这个方形的呢 它其实是取自于青铜器上面的寿面纹 因为青铜器又称为国之重器 因为青铜器其实可以代表着国家 然后它采用红色跟白色 其实也是暗喻着阴阳调和 这是它logo的部分 那它文字的部分呢 取自欧阳巡的字帖 那欧阳巡又被称为唐人凯书的第一 然后呢它也是历代凯书四大家 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个北京 马卫都的官复博物馆 官复博物馆那几个字 其实也是欧阳巡的字 就跟大家补充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故宫博物院 他们成立的时间其实是一样的 在1933年的时候 故宫博物院的精品文物参与了南迁 那在1949年的时候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 他把当时的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改称为故宫博物院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两岸故宫正式名称就已经是不一样 好 那故宫博物院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台北故宫基本上是没有人流限制的 可是北京故宫其实是有人流限制的 他每一天最多就是卖8万张门票 故宫最有名的院长 就是善继祥前院长 他在大概是8年到9年的院长的任内 他其实把北京故宫的宫殿 有做一个很完整的统计 他统计完之后呢 整个北京故宫 紫禁城的宫殿数量有2631座 那大家以前都有听过一个说法 紫微星是皇帝的代表星 紫微星在天上所居住的地方 有一万间房间 皇帝是他在人世间的化身 所以他居住的地方 比紫微星在天上居住的地方少半间房 所以就是我们会讲说紫禁城总共有9999间半 然后当时候三院长除了统计故宫宫殿的数量之外 他其实也去统计间的数量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间跟房间的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的间指的意思是 四根柱子围出来的一个空间 叫做间 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神五门 神五门的面宽就是五间 比如说这个是一间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所以这个指的是间 那间对于古代来说 其实是计算面积的一个单位 就像台湾人就知道说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土地全壮上面是写平米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都习惯称呼它为平 所以间是当之后去计算宫殿面积的一个单位 所以就是我们会常听到什么 面阔九间深五间 其实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去计算 整个紫金城的间数是8704间 8704间 北京故宫的紫金城的部分 占地面积是72公顷 在台湾目前有两个故宫 就是我们所谓的北院跟南院 那故宫南院的占地面积是70公顷 所以我都会讲说 如果你可以把南院逛完一圈 你去北京故宫逛起来 应该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同样的 如果你在北京故宫可以逛的 不费摧灰之力的话 你去故宫南院参观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那么的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北京故宫的院徽 它设计是这样子的 它主要是以宫这个字为 它的设计蓝图 上方是用玉壁跟海水江牙文来代表 宫里面有两个孔 那是代表紫金城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就是前朝跟后寝 而紫金城其实是一个封闭的宫殿 所以在前朝跟后寝的外围 是有一个城墙把它框起来 故宫博物院的这个logo 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说 麽字形是代表紫金城的围墙 可是它为什么南边 其实并没有把它封起来呢 是因为表示说古代的时候 紫金城是一个封闭的皇宫 只有少数人才能进来 从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开放的博物馆 所以它的南边就是开放 也蛮呼应现在的 是因为北京故宫 它目前的洞线 基本上就是以南边的五门进 然后往北边走 那你可以从神五门出去 你也可以从东边的东华门出去 可是我先说一下 我现在指的是 当时候还没疫情的时候 那疫情现在其实北京故宫 有很多新的措施 就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 北京故宫这几个字 其实是以郭默若的字为主 郭默若是1971年提写了 故宫博物院这几个字 然后就把它挂在神五门的上面 然后现在也成为 故宫博物院的院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